在今天这个视频中,又有这样一位男士,非要跟警察作对,最后的结果可不太好 事情发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时间是2024年4月14日 警察在一处公园里巡逻,遇到了一名男士 这名男士的名字叫安东尼·卡彭特,现年32岁 这个社区的人几乎都认识他,他是一个无家可归者 身边还带着一只狗,这只狗也非常具有攻击性 其实安东尼在昨天就已经闯入了公园,然后就住在了公园的公共避难场所里 期间也有人打过电话给公园的管理处 他们说对无家可归的安东尼表示同情,但是这里不应该成为居住的地方 因为这里经常会有孩子玩耍,而且安东尼的狗具有攻击性 这就会给公园里的其他人造成威胁 现在警察要求安东尼离开公园,但是他非要跟警察对着干 we don't want to hurt you and we don't want to get hurt but don't be stupid and you won't get hurt weal simple directions we don't want to hurt you and we don't want to hurt me we don't want to hurt me 警察让安东尼不要把手伸进口袋里 因为怕他突然间掏出武器偷袭警察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带武器呢 还真带了 你别看他是个无家可归者 也没有钱 但是再穷也要有一把枪 这是安东尼的底线 除了这把枪以外 他的狗跟他一样凶 你不带来 你不要打托 我们会打满你 我们不想去打你 我们不想去打你 你去打你 你都要打辑 你所以你说你 这小年的责任 Juno 不不亢 如果是 theatre她 是不是很不退 他很棒 不败的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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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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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此时警察对安东尼进行了电流 因为安东尼现在还没掏枪 所以警察不应该把事态升级 他们只能使用态测枪 但是这个态测枪并不是每次都有效 因为安东尼今天穿着厚夹克 所以这次电流并没有达到效果 接下来警察又对安东尼进行了电流 这次他倒在了地上 但同时他也急了眼 突然把手伸进口袋里开了三枪 其中有一发射中了一兵警察 庆幸的是子弹打在了警察肩膀的无线电上 被删剪掉的不宜公开的画面 我会放在评论区 想看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被射了的警察后来被送进了医院 但是伤势并不严重 他很快就出院了 而安东尼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因为在他设了三发以后 警察都不知道是他设的 都认为是别的警察设的 所以在场的警察都没有对他开火 也没有任何一名警察跟风 说别人设了我也得设 安东尼真的是非常幸运 安东尼虽然是个无家口徽者 但是他仍然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根据当地检察官的说法 他将被指控犯有三项 一级谋杀执法人员未遂 暴力抵抗警官 以及武装侵入的罪名 这些指控可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然具体的宣判结果还没出来 因为这是近两天才刚发生的案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